第14题,下列何者属于等速度运动?我们晓得速度是向量,有大小有方向,等速度必须要大小相同,方向也要相同,因此等速度运动一定是一个直线运动。 A是单白左右摆动,这显然不是直线运动,它的方向会变,所以A是错的。地球绕太阳旋转也是一个圆周运动或者是椭圆形的运动,因此它方向也会变,所以它不会是等速度运动。 苹果从速梢自由落下,那么这时候它的速度会越快,它的大小会改变,所以也不是等速度运动。 然后如果用每小时60公里的朝固定方向在笔直公路上行驶,大小没有变,方向没有变,那这就会是一个等速度运动。 因此第14题问我们说,下列何者属于等速度运动?我们答案选的是珠,在笔直的公路上,用每小时60公里方向固定向前, 行驶